俗话说 各地的造反通知如雪片一般飞到宋明帝的桌前 宋明帝大惊失色 以为自己这次真的要呜呼哀哉了 没死在残暴的指二手中 却终究难逃诸位兄弟的毒手 好在他还有两路大军拼死拥命 自己的小舅子和亲兄弟率兵为他评判 在这段朝不保夕的日子里 宋明帝整天带着一壶毒酒 时刻准备着与自己的江山共存亡 实际上是怕被俘虏后再次当诛 就在小舅子和亲兄弟的秦王部队渐渐支持不住 宋明帝的江山摇摇欲坠之际 一支鬼部队石破天津 横空出石 这支鬼部队所向披靡 轻而易举的将各路叛军扫出一空 宋明帝的皇位才开始稳弱磐石 宋明帝再也不怕变成宋命帝了 天下平定之后 宋明帝给了鬼部队的领军人物苏骏最丰厚的赏赐 并且为苏骏在南京下关翻修了一座 类似祠堂气势宏伟的大将军庙 苏骏本是东晋名将 曾经与祖约起兵反进杀入建康城 同年九月温乔等率兵击败苏骏 苏骏兵败被杀 苏骏已经死去有一百余年了 那他怎么能帮助宋明帝平定叛乱了 这一切都要从王智介英兵说起 当初天下叛军四起 宋明帝随时准备自杀的时候 有人献给宋明帝一张地图 原来百余年前苏骏为了夺取天下 准备组建一支具备超强战斗力的特种部队 雅兵营 为此他秘密准备好了雅兵营所有的武器盔甲 相传这些盔甲刀枪不入 并且他用重金收买民间艺人 制作了三千支夺魂哨放在口中吹响时 能发出乌乌怪声 仿佛鬼豪般令人心惊胆战 无奈温乔等人来势汹汹 彻底打乱了建立雅兵营的计划 苏骏含恨而终 为了不让自己的伟大发明失传 他把雅兵营的军事武器都密藏在 位于南京黄龙洞的一个隐秘山洞里 并会织出地图交给侍卫长 封杰夫收藏 带到宋明帝焦头烂额之际 封杰夫的四十孙 封天长将地图献给了宋明帝 并解释了传闻 宋明帝大喜过望 立即派人秘密将雅兵营的装备全部取出 令王志假以时日操练出战斗力 领先于那个时代的 亘古未有的鬼部队 王志花重金从拼命窟中 招募出许多身强体贱的壮汉 每人分给文瓶三百两 条件是他们要服用要雅 变成龙雅人 这群出身贫寒的壮丁 为了生活不得不答应下来 龙雅兵用锅底灰在脸上涂抹均匀 身着用油浸泡过的 把藤条织成的盔甲 刀枪不住 抚越难伤 再个 鬼部队出战时都是夜战 再穿上仿造的苏俊手下的东京军装 打起东京大旗 交战者接金举 以为他们是从地府跑出来 帮助宋明帝的鬼兵 尚未开战就先怕了 敌军士气低沉 等到交战时 发现对手刀枪不住 更坚定了他们是鬼的想法 纷纷弃甲夜兵逃之夭夭 由于有鬼部队驻战 王师也极大的鼓舞了士气 战斗力越来越强 很快就所向披靡 击败消灭了各路叛军 宋明帝得以坐稳皇位 这支鬼部队功不可没 否则这位宋明帝 恐怕难逃送命的恶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